UFC 279联合主赛 起码耶夫用两分钟的时间终结了对手 拿到了12连胜 气势如虹 这个成绩能与他的瑞典老乡 中文绰号瑞帅的亚历山大古斯塔夫森 15胜一负的成绩相批美 9年前的9月份 瑞帅带着这样的成绩 拿到了冠军挑战权 而对手琼斯则需要凭借这场比赛 打破轻松量及历史上最多的未免次数 2013年9月21日 UFC 165 琼斯的职业生涯第20场 未免战第6场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打响 所有和琼斯比赛的选手 在身高B战方面都会吃亏 唯独瑞帅是个例外 这场比赛 瑞帅在第一回合就将琼斯的眼眶打出血 也成功将琼斯摔倒过一次 这在以前的比赛中 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瑞帅灵巧的伸手和精湛的拳击技术 给琼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最终打满5个回合 琼斯一致判定战胜瑞帅 虽然这个比赛结果对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有争议的结局 但毫无疑问的是 这是之前所有挑战者中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连瑞帅也承认这一点 赛后二人都硬伤送往医院 都遭到了韧带撕裂和面部肿胀 这场比赛也被誉为年度最佳战斗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青春赛级冠军争夺战 几个月后 这场比赛还被选入了名人堂 5年时间琼斯经历了很多场外的事情 又打了三场冠军战 瑞帅也打了五场比赛 三胜两次 2018年12月29日 UFC 232 两人争夺空缺的冠军金金腰带 这次琼斯没有给瑞帅太多机会 无论地面还是战力 都完全压制对方 第三回合TQ瑞帅获胜 重夺冠军金金腰带 最有希望击败琼斯的人又失败了 原因是琼斯开始进化升级了 Ikook exactly what to do to stop my footwork and stop my movement and my flow my distance and... so I just made sure I couldn't move anymore that was it 我改了它 一致就做得更多 我做了一通过 我做了一步 而且它有效 我们做了我们最好的 在通球上 这就是变成了 我们要去购吗